今天又收到花油寄回来一个老大的快递 这个呢就是花油养的宝莲灯要嗝屁了 寄给我让我帮他养一养 继续挑战 臭宝们寄什么花 给他寄什么花 快递费就得50块 山棚呢点凭一下 水大 水大 反正山棚都知道水大了 水大了 臭宝 杆都发黑了看到没 浇水太多了 你发现一个什么事 开以后 哎 没浇水啊 人家 看到没 打开以后你 哎呀 没有浇水啊 这根系 这不都都都都挺好的吗 是吧 啊 没有浇水啊 烂了 这个已经 这个这个这个里边都软了 都黑了还没这 他现在是没浇水 他之前浇水浇大了 看到没 他应该是天天浇 一直浇 老是浇 有时候给他浇坏了 这个也坏了 现在很难活了 活是几乎不太可能了 根都没了 没办法了 你整老花一点来 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现在只能用药 这一根给他剪掉了 只能 然后这边这一根是没有细了 直接剪掉就行了 已经烂了 已经烂没影子了 你看 对吧 一直都烂到黑 心里边都黑了 宝莲灯呢 它是木本呢 花友们 宝莲灯是木本 看试试吧 应该是碳举病了 现在就用药 看能不能反过来吧 之后呢 咱们要用到的就是杀菌药了 别的现在啥也用不上 我用到的是厄梅磷 这个是千百计的厄梅磷 因为原意用药的话呢 它更讲究的是安全 这样的话就 对吧 直接一捏就行了 然后呢 每按四下可以堆500毫升水 也比较简单啊 然后呢 再用一些生根液 用到的是会玩的生根液 养花用会玩嘛 省钱又省钱 因为它现在是烂了 先用杀菌药 之后呢 再用一些生根液 诱导它生根 别的没啥 你也不能施肥 就活不活的就看命了 就是我也尽力了 有的话 老花 你是不是不会杨宝莲灯 我们家都养着宝莲灯的 我不会养宝莲灯 原产地菲律宾 有的话说 一听菲律宾是不是嘎嘎洗水 它是木尾的 它浇水也是需要干湿平环 好吧 还有一个呢 咱们家里边养这种花的时候 你不要闲的门事 总是给它喷水 总是给它喷水 好吧 浇水这一块 不如不让你浇 干了就浇 不干别一个就是老是浇 我估计这个是要嗝屁了 就不活的面比较大了 我只能现在就是用一些杀菌药 然后再用一些生根叶了 别的没办法 活不活的吧 感觉这个花绒家里边应该老是闷 自从浇的天然浇水水大之后呢 它就开始控水了 但是没有及时的用药 现在用药六二味的有些个碗了 没别的办法 弄到这边吧 给这个花绒救完之后呢 再给大家加深一下宝莲灯的这个事 宝莲灯啊 他不喜欢强光猛晒 可以给一些光照 这话说老花 你说原来离菲律宾 原来离菲律宾不假 但是它那边的空气呢 就有点像三亚和广东那边的比较润 它经常的英语是略微多一点点 它不会是像我们北方那么燥 那么热 你像那种大叶子的 阔叶子的 它水分蒸风中比较快 一旦很干 一旦一晒 它就会出现这个 看没这种 还有一个呢 你别总是嘎嘎一个劲儿的浇水 你浇的水多了 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好事 看到没 水多了 它下面这个也会发黄 看到没 也会长得不是那么好 这个就品坏了吗 这不是一个花朵 然后呢 缺水 缺水的一个状态是这样 缺水之后新长出来的这种牙子 它也会汗死 也会掉 就是你这玩意 你反正缺水也不行 你水大了也不行 浇水怎么办 就干湿循环 尽量的找一个润一点的环境去养它 养护难度的话呢 仅次于杜鹃这些了 你要说杜鹃最难养 它往下排序的话也比较难 但你记住 我跟你说的几个点 别强光 不好晒 可以给光了吗 可以 人的皮肤能接受 都能接受 浇水 干湿循环 干了 你像我们这个 这种 你看这个我们的几个话来说 你像这种 这个里面都水很多 你不一定拿起来看 但是你可以颠颠盆 可以摸一摸盆 这种就是没干 就比较浇水 像这种 你看一看这个 这上面表皮干了 但是呢 它下面 没有特别的干 这个手术可以浇 可以不浇 那就是可以浇水 那你就 很好判断 你如果说买到的 基本上现在宝莲灯 生产的规格都比较高 都是这种盆的 都是用泥炭头的 你就看表皮干了 你就浇 不干你就别浇 别的没啥 好了 希望这位花友的宝莲灯 能活过来吧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点花这段一 小伙子就点个赞 想要鸡养的臭宝 适应后台 本来 ha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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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